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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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不过昨晚果然还是失眠了 那我们走吧 先到 有很多商贩自发的来花神淡季摆摊 并且拒绝了补贴 我们先去蓬蓬尝好了 拒绝补贴 看来这些商贩眼里也不只有钱呀 他们也都说难得有机会为小吉祥草王庆生 气氛比钱更重要 那边好像在那边吃的 快去瞧瞧 这是卖七仙桌菜品的摊位呢 有何 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还以为现在知道的人 蘑菇 花 各种果子 怎么 好像都是 所以你刚才说的七仙桌是做什么的 也是花神淡季当天的一种习俗哦 一般来说 最常见的有树王圣体菇 月莲 薔薇 日子 原来花神淡季是吃素的日子吗 啊 并不是只能吃素的意思 这七种菜品只是为了象征虚弥神明 呃 我在想 草制国虚弥的神明要用各种素材 火之国的祭典上会不会都是考虑 立心者 我们把去纳塔的行程听 呵呵 希望你能如愿 好了 我们去别的摊位再看看吧 要试试看炼金占卜吗 几位 炼金占卜 听起来是一种奇妙的组合 对吧 我刚接触的时候也这么觉得 传说是有小 那 这个具体要怎么做 过程很简单 请客人随便从身上取两件 能够作为炼金材料的东西 然后 真是随便呢 这么随便的话 岂不是肯丢 失败就对了 这种占卜方式 就是根据炼金失败后的灰尘的样子 来进行解读的 嗯 小吉祥草王的观点中 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相互联系 怎么好像迪娜责代这么一说 原来还有这样的深意 这位小姐懂得可真多 如何 好嘞 稍等 嗯 我也看看 是吗 我怎么觉得是一张饼被人 咬了一口的样子 月亮一般来说 意味着 意味着 等一下 他是不是在偷偷翻书呢 哦 我想起来了 意味着虚幻与谎言 虚幻与谎言 听起来 嗯 不过书里说 只要相信自己的直学 克服心中的恐惧 太阳就一定会升起来 他已经不掩饰自己翻书的事了呢 果然命运 永远只会给你看到表象 还是要靠自己走的 呃 哪里哪里 我也不过是现学现卖而已 好像也还挺有趣的 走 说起来 在很久很久之前的过去 花神淡季当天 可是非常喧闹的 会有超大好的花车在乘巡游 一路上的人们 都在抛洒鲜花 糖果 和美酒 花车就这样 一路开往奥摩斯港 迪娜泽大的眼睛 好像在闪闪发光哎 有些向往罢了 不过我相信 一路的花神之舞 也不会逊于那种场面的 法里斯 法里斯 呦吼 兵士们 要好好列阵 才有雅尔达堂的奖赏 好怪的帽子 好怪的人 是迪娜泽大姐姐 哇 哈哈哈哈 迪娜泽大小姐 你对孩子们的谢力 准备花神淡季的这端端几天里 孩子们就都喜欢 呃呃 啊 神圣的花枝骑士 因居然知晓我的名字 可这 呃 呃 好了 小小的兵士们 把雅尔达堂的奖赏拿好 是 法里斯骑士 这一样的是哪一处呀 啊 花枝骑士法里斯也算是花神淡季的一种象征 多亏迪娜泽大小姐的赞助 还 你也辛苦了 皮嘉尔 不会不会 哦 对了 你们要不要来点雅尔达糖果 要哪个 这些看起来不都一样吗 乐趣可就在这里 每个盒子都装着随机一种口味 选 听起来还不错 然后还有蜥蜴尾巴胃和鬼 诶 这两个 鬼都虫味的雅尔达糖果 会比蜥蜴尾 皮娜泽蛋你 你居然还都吃过 呃 那就让旅行者帮忙选吧 我要日落果味的 没事没事 我相信你 我也觉得旅行者应该很擅长 好 那这五个糖果盒 从左到右是一号到五号 你选几号呢 就是 这一旅行者ar 本来以为你能从那么多大战中活下来 运气一定超级好呢 日露果口味的糖其实在四号盒子 嗯 这样吧 毕竟 真的可以吗 谢谢 是花枝骑士啊 喂 派蒙给了这位没有花车的花枝骑士致命的一击呢 都差不多了 既然领到了 对了 我有件东西可以陪我回去拿一趟吗 迪娜择戴对花神淡季果然兴奋过头了吧 出门才会忘带东西 真不好意思 我们来得太晚了吗 居然没蹲到 可不是嘛 哎 等等 头儿 啊 没错没错 运气不错 说着还就送上门来 是杜金旅团的家伙 看上去很 你们是谁 好像不是护马一家雇佣你们的吧 确实 我们还没收过护马一家族的钱 原来是一群绑匪嘛 旅行者快保护迪娜择戴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有为你们惹不起的同行 早就收过护马一家的钱呢 你是迪西亚 赤宗之师迪西亚 怪不得佣兵圈子里 请不要出言不逊 迪西亚是对我们护马一家有恩情在先 才开始了合作关系 没关系 迪娜择戴小姐 只是拥兵间的小小护路獠牙而已 只要一动 这么长时间过去 你的爪牙也走 旅行者 你带迪娜择戴小姐先走吧 不 他们人多 我们也留下来帮忙吧 也的确如此 请千万要小心 迪西亚 不要浪费注意力在我身上 保护好自己 这是我的工作 解决掉 推举 推丢 进入 客人 爱 采娜择戴 你还好吗 看起来有些 没事 刚才有些运动过度 真的没关系吗 现在 没关系 一会儿休息一下就好 我主要还是担心迪西亚 毕竟都是因为我的任性 是啊 放心吧 小姐 旅行者 你们在这儿啊 迪西亚 这么快就解决了呀 周围还有没有同伙 或者说 刚才有没有人跟踪你们 迪西亚 你的手臂 哦 这个 我没事儿 一点点擦伤罢了 原本他们应该不可能上得到 请让我仔细看看 好了好了 都说没事儿了 雇佣兵没你想的那么娇鬼 还有你说新的大剑 你之前一直用的那把怎么 呃 这个 呃 就是之前手头有点紧了 难道说 最后一批场地不设经费的来源 喂 迪娜泽代小姐 我可没想把你弄哭的 弄 好吧 弄哭哭住 真的谢谢你 迪西 别这样 迪娜泽代又身体不舒 小姐 你的病情 旅行者 麻烦你带她去休息一下吧 附近我还要再侦查侦查 真是 麻烦大家 好些了吗 迪娜泽代 好多了 就在这里再休息一会儿就好 好些了吗 迪娜泽代 原来你们有这么关心我的病情吗 那我也的确不好意思再继续隐瞒下 我其实天生变患有魔灵病 到现在已经发展到默契了 居然会是魔灵病 哦 看来二位对魔灵病早就有所了解 目前为止 虚迷的技术尚无法治愈 只能通过环境疗法 拖延 迪娜泽代 不用那么悲伤了 我从来都是以自己患有魔灵病为前提 不过相比自己患有魔灵病的事实本身 更让我痛苦的 还是他对我的事 我知道家人都是很爱我的 他们竭尽全力给予我最好的环境 让我的寿命延长再延长 你知道吗 这次逃出来之前 在那幢宅子以外的世界 甚至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 从年幼时起 我每天只能坐在床上 呆呆地望着这次出逃 想必我的家人会对我又焦急又失望吧 但我只是不想留下遗憾而已 我想要与人相遇 对我来说 相遇就已经是无比美好的事情了 更别说那些为花神淡季做准如此一来 就算那一天真的到来 也不至少现在会有好多好多的人 记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对吧 只要你不会忘了我 我也不会忘了你的 不对 就算你忘 太谢谢 其实我能这样做的勇气 也都是拜小吉祥草王所赐 若是没有他的鼓励 我恐怕迈不出那一步 生命中永远会有令人懊恼的事 但我知道 我们是为了不留遗憾而活着的 对吗 对了 是不是快到时间了 怎么了 都 花神之舞好像就要开始了吧 啊 尼璐会用最优雅的舞姿 重现神话中的场面 那还等什么呀 快到舞台那边 应该还来的 Okay 这是什么 小吉祥草王 可是花神之舞是花神淡季的固定环节 不能出演 花神淡季 私下举办大规模的神明祭祀活动 也是命令 你再继续这样坚持 我们也不得不下令 大选者原本就已经网开一面 请你识趣 怎么 花神淡季原本就是教令院应该举办的 是他们这么多年来没有尽责才对 我要找他们理论 虽然难以接受 但你说的也对 是艺术 舞蹈 在这智慧与理性的国度 去追求这些 对于一切追求真实 真相与真理的学者 神明为其创造了 须弥城这座天堂 而你们这样的人 我 我相信神明也从来没有厌弃过艺术 依你的学识 我不认为你具备与我辩论的资格 你现在该做的 是尽快找人把这些可笑的布置撤掉 回去之后 让书记官在下次十藏日前 你一定好禁止公开艺术表演的法令 是 我回去就通知 花神淡季 你们就好好庆祝神明的诞生吧 尼璐 你还好吧 迪娜择呆 我们去换个地方演出吧 找一个教令院的人 找不到我们的地方 或者我们干脆 好了尼璐 可是 迪娜择呆 没事 尼璐 如今继续进行花生蛋计的话 的确太冒险了 好吧 下次吗 嗯 好啊好啊 那我们就说 想不到结果居然会这样 那些不解风情的闲者们 真的不必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不过 没能看到尼璐的花神之舞 果然还是 哎 哎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呀 虽然尼璐和迪娜择呆约好 要让明年的花神蛋季圆满 可是迪娜择呆的时间 是啊 都怪你赖床 我们要迟到了 快去跟迪娜择呆会合吧 早上好迪娜择呆 不好意思我们 没有 是我来得太早了 你好像有点没精神 是没睡好吗 我很好 不用担心 我们走吧 行 好啊 哎 旅行者 你在发什么呆呢 哎 那边好像在那边吃的 快去瞧瞧 这里是买七仙桌菜品的摊位 您可真有见识小姐 我还以为现在没什么人知道了 怎么好像都是些素的食物呀 有点失望 说起来 你刚才说的七仙桌是什么呀 是花神蛋季的一种习俗 人们在餐桌上摆满这些菜品 用来象征虚弥神明的七种美德 应该是月亮 真的吗 我怎么觉得像 月亮象征着 我有点忘了 稍等一下 他在偷偷翻书吧 哦 对了对了 意味着 但只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克服心中的恐惧 太阳就一定会升起来 明白了 我会参考的 哎 哪里哪里 我也不 好像也挺有趣的 走吧 下一站是哪里呢 总裁小剧也不是个梦作人啊 法里斯 法里斯 好了 兵士们 拿了雅尔达堂的奖赏 是 法里斯骑士 这是什么情况 再演戏 华智骑士法里斯 要不是迪娜则代表 哦 对了 条 迪 可没那么简 确实还有一 然后 还有一 怎么 还是你来帮忙选吧 好 这五个糖果盒 从左到右是一号到五号 你选几号呢 哇 了不起啊 四号是吧 真的选到了日落国口味 我就说你运气超级好 果然如此 啊 你是说身体本能的选对了吗 嗯 不过说起来 我好像也冥冥之中知道你一定会选对 是类似的感觉吗 旅行者 难道是我们昨晚睡得不太好吗 或者睡得太多了 嗯 没关系 喂 你要去哪里啊 就这么走了吗 好吗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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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é 咸 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 歡迎二位 這個時間是來吃飯的嗎 今天想來點什麼 好嘞 客人雖然像是外地人 但還是挺有品 椰炭餅 那不是那個 那個黑黑的 感覺肯定不怎麼 哈 我 我好像明白你要幹什麼了 的確一般來說 這個 你真的打算吃嗎 會不會 犧牲太大了點 在 怎麼樣 看你的表情 好像的確很難吃 那 難道說 理論上應該不可能啊 我們之前明明拿開來 這又是 味覺上的既視感 我 我也總覺得 來過這家酒館很多很多次了 要不 我們再出去試試看 哼 你 你 很乾淨 是啊 你在 诶 迪娜泽代好像一个人在那边的长椅上 好巧啊 迪娜泽代 我们又碰上了 哦 我刚才遇上了些歹徒 好在迪西亚帮我解了围 后来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在 歹徒 天哪 你们 我没事 迪西亚的手臂受了点擦伤 哼 那还好 不过我总感觉今天的迪娜泽代 没有啊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况且 不管今天再怎么特殊 也只是一天而已 再度过不知道几个一天 我的事 你在说什么呀 迪娜泽代 我好像有点听不懂 但总感觉现在的你很悲观 真的没关系 我没有在意 嗯 发生什么了 就是 迪娜泽代有没有感觉到既视感 就是眼前的事情好像都发生过的感觉 既视感 没有 不过前面这些年 我一直困在每天都差不多的人生 这样吗 那 时间差不多了 啊 迪娜的花神之舞就要开场了 健康 不是 你 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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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你的学识 我不认为你具备与我辩论的资格 你现在该做的 是尽快找人把这些可笑的补 回去之后 让书记官在下次食藏日前 你定好禁止公开艺术表演的 是 我回去就通知 花神淡季 你们就好好庆祝神明的诞生吧 尼路 你还好吧 哦 平耐择待 没关系的 这也是没 明明你一直那么期待的 我不想你留下意的确很遗憾 话虽这么说 下次吗 我应该已经 哦 你刚刚说没什么 我要回去休息了 那些不解风情的贤者们 居然会这样 哦 迪纳子大已经回去了吗 啊 迪纳子大已经回去了吗 会不会真的只是太累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其实中午开始就放弃 既然如此 我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就到是太累产生的幻觉 有什么事明天再想吧 只能输出略游下降 来仍在正常预知范围内 继续流域数字变容 请走场合理 手里 opaque 呃啊 呃啊 啊啊 感觉好累呀 嗯 不管了 先去跟迪纳子戴会合吧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呀 提娜责代 是不是等我们很久 没有 是我来的太 感觉你说话很没有精神 我很好 不用担心 好主意 走吧 旅行者 不然孩子们可就没有花神蛋寄过了 哦 对了 你们都 这些盒子看上去不都 这才是乐趣所在啊 每个盒子里都装着随机的一种口味 吃到什么纯看运气 然后还有西 你刚 就让他帮我选吧 我想吃日落 没问题 这五个糖果盒子从左到右是一号到五号 你选几号呢 哦 可真是毫不犹豫呢 这么自信满满 好吧 恭喜你 四号 可不是我吹牛 他的运气一直都很厉害 这五个糖果盒子 就让他吃了 这五个糖果盒子 就让他吃了 这五个糖果盒子 喂 其他口味我不怎么感兴趣了 呃 等等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这五个糖果盒子 什么 它全都说对了吗 这肯定不能用运气来解释了吧 这 这怎么可能 盒子都是我早上装好的 一直没打开过不心术 透视眼 还是什么戏法 啊 这可真是太新了 你给我解释一下呀 你什么时候有了这种超能力啊 旅行者 喂 你去哪儿呀 怎么了 你刚才看到什么了吗 我们这样不和迪娜泽 再打个招呼就走了 是不是不太好呀 嗯 你在找什么呀 为什么到这边来了 旅行者 那边是 那边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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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 思考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蛤? 你认识我啊? 嗯, 虽然还是有点不放心, 但似乎总有种感觉... 这...这是... 对我们来说, 今天原来已经是第二时... 哦不, 三时, 四时... 第数不清是多少个花神诞日了吗? 我们是被困在这一天了吗? 要不是你帮忙, 我们甚至察觉不到... 所以这个冠状之事到底是什么? 你的记忆还有些混乱吧? 好好回忆一下, 我们并... 我想想... 是说这个冠状之事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那其他人呢? 为什么你只帮了我们两个? 你们的记事感本来就强于其他人吧? 要解释的话, 你们收到了草原苏立的祝福, 又有着很特殊的敏感体质 你们的意识与那些记忆之间, 全本就像纸隔着薄薄的一层纸而已 嗯, 熟悉的问题, 这大概是你问我的第七次 如你所见, 他很虚弱 你们也应该察觉到, 最近而现在, 那个最初的他就在你们眼前 而且, 时间已经不多了 看来, 你已经差不多快整理好你的脑袋了呢 对了, 我叫... 纳西岛 很好, 算是通过 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你能唤醒我们的回忆, 又好像很知情的样子 连你也不知道真相吗? 世间万物, 周而复始, 未知轮回 你我众人, 看似都被困在这一日的轮回之中 而真相, 只能靠你们去找寻 若非自己意识到真相, 而是由他人告知的话 你们的精神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我不敢保证后果 我会提供一些知识层面上的帮助 和一些潜移默化的暗示 而剩下的时间 我都会在这里, 全力减缓他身受魔灵病的恶化 迪娜泽代看起来情况真的很不好 看来每过一次化神诞机 迪娜泽代的病情都会严重一些吗? 如果能从这花神诞日的轮回中脱离的话 可当前这种情况下 它就像羽毛即将被彻底拔光的小鸟飞在高空中 纳西达还是很喜欢用这种奇奇怪怪的比喻呢 比喻是可以用已知知识来理解未知知识的奇迷 好了 说起来到目前为止 你们对真相的推断是什么呢? 不客气 我先带来 对, 我想把他拒续构的疑 遇到没用 可以把他拒续枢 对, 我想让他想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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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种情况吧 时间的流动在同一天不断循环着 时间循环吗 以往你也给出过类似的错误答案啊 还是不对吗 明明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简单的时间循环还并不足以解释一些现象 你们手中的线索想必也还欠缺许多 迪娜责弹 尽管每天都是花生蛋器 但我们也并没有无数个花生蛋器可以 先思考一下目前的状况 要想拯救敌娜责代的话 就要想办法从花生蛋日的轮回中脱困 想要脱困 至少就要先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既然纳西达否定了时间循环的观点 那肯定是我们输漏了什么吧 虽然记忆里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但还是再多和人们聊聊吧 总比我们凭空在这里琢磨抢 嗯